Joker 的人設是一個瘋狂的人 為何人們都會更加純敗這個瘋狂的人 有他的原因 因為我瘋狂,所以我喜歡這個瘋狂的人 當然不是 因為他夠瘋狂 他會做一些我們平時很想做 但不敢做的事,讓他做瘋狂 各位,這次要說Joker 2 我昨天看了很可愛的電影 所以今天開麥克風,我剛才看了Joker的第一集 我看完後,我覺得兩集是要一起看的 是同一個系列 說少少的觀感 因為坊間的觀感是非常兩極化的 我都覺得很厲害 我看了一看,我看到有人離開 我心想這部電影有多難看 才可以走人中間離開 是中間離開 我感想,很直覺的 我看了一陣子,我是皺眉了 但我最後的觀感很重 我並不覺得它是一套難看的電影 它是拍得好看 但我完全恨它 很簡單,中間為什麼我要皺眉 很難聽不斷擦手的原因 就是不斷唱歌 Lady Gaga在唱歌,我心想 不要再唱了 最後一段,很深刻的就是 Altha在樓梯上 Carly Queen不斷唱歌 不要再唱了 我心想,那是正確 我自己也不錯 我還不錯 總之你一套電影 如果是歌舞片 我是有點喜歡,有點不喜歡 而且要看歌曲好不好聽 好,我覺得這一套 其實這套電影是解釋到 為什麼這套電影要用歌舞片去做 唱歌是象徵著一個 屬於Altha裡面的一個內心世界 她是在裡面很開心,很忙 而她的意象是用Carly Queen這個人物去代替 因為Carly Queen出來,什麼東西都是唱 到最後,Altha拉回她的現實時 她就叫她不要再唱了 你認真點跟我說話 原來Carly Queen只是沉醉於我對Joker的順敗 跟你做愛,其實我也要跟你做Joker 因為我愛上的Joker並不是你 這個真是現實的打擊 衝擊 她要有這麼多脫離現實的歌舞 是合理的 你留三首好了 你不要跟我70%整套電影不斷唱 中間體育真是火的 但我很記得,開始燙到有少少第一集的味道 Altha開始有些情緒崩潰 可能在法庭上有什麼特別的事 突然下一秒她去了Carly Queen唱歌 我告訴你,那個剪接是可惡的 我還沒進入她的狀態 你馬上找唱歌來抽離了 我很認真 Altha唱歌我是挺得住的 因為是屬於她的心境 但一到Holly Queen唱歌 搞不定 一部電影說 是Joker帶壞了Holly Queen 我覺得反過來 Holly Queen帶壞了Altha 但你說這部電影值不值得看 我告訴你,是完全值得看 有個位置很混亂 在看的時候 不知道這部電影在表達什麼 如果你看第一集 其實你很明顯在說 Altha 的人生 他如何 中間又會有少少 Bruce Ring 弄少少他家人的東西 其實他正在鋪排去到一個位置 如何變成Joker 那個脈絡很明顯 這次第二集 看到中段 其實你都不太知道 今集想說什麼 因為他只說 他遇上了他愛的人 中間一直不斷 和Holly Queen在那裡 全部都是畫面上的東西 因為Joker其實不是另類的DC電影 我在想 你現在是不是在做 像Sack Snyder那些 只是用DC人物 然後在做一些懶型的東西 就當作是做了一部電影給我 讓我自開 但我又覺得應該不是 這部電影不像會這樣的東西 看到後來,我明白了 Holly Queen其實是代表一個群體 其實他很順敗Joker這個形象 他所賦予的東西 其實是他們強硬曲解了他們的想法 但他正在順敗的是那個想法 而不是本身Joker背後的 Arthur 但他本身根本不是想著 我不是政治的 我第一集已經說了 但我很討厭這個社會 為何要這樣對我 剛好這個意念升到那些 很多都是被欺壓的平民百姓身上 他們便將他依靠了 做了一個Joker 做了一個意念 就是我想反抗 Atha本身純粹是一個 流馬車痴線 是他沒有想過 你們將一個小眾的象徵 你們將他美化成為革命的象徵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很弱小的心靈 第二集原來就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印象很深 是最後一集的 他說其實我是Atha 我不是Joker 當然很多觀眾看她 他就是要把你拉回現實 這裡70%在唱歌的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你回來吧 很簡單 很難不投射 我看第一集是有投射的 當然有教訓說 不關19年事 你想到什麼就是什麼 Joker的人士就是一個瘋的人 為什麼那些人會更純粹 這個瘋的人 有他的原因 因為我瘋,所以我喜歡這個瘋的人 當然不是 因為他夠瘋 他會做一些 我們平時很想做 但是不敢去做的事 讓他做瘋了 他在National TV 中 堆壞了一個 只是美言美語的廢物主持 很想有人在National TV 中 說這個世界有多麼糟糕 然後Thomas Ring 有多麼糟糕 他做了 我多討厭Wall Street 那些社會精英 然後這條瘋的人 他堆壞了他 這些全部都是我內在 我很想做 但是我不敢做的事 被這條瘋的人做了 而且這條瘋的人這樣做 令我覺得我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 而不會讓人覺得我是異類瘋的 我便走出來 其實有些心理上都能連繫到那時候的心情 當然不是導演想定 想不到的 這些是基本的人性 為甚麼很多革命的事 示威呀 全部的圖案都差不多 有他的原因 因為人性本身就是這樣 每個群體有他們自己的利益 然後總會有一班處於劣勢的人 去到某個位置我受不了 我就要反抗 反抗的時候需要有第一個人走出來 我們不在乎那個人是甚麼人 你肯走出來 你就是領袖 現在這一套第一集的捉獎物就是這樣 你猜沒人知道他不是瘋的嗎 我明知道他是瘋的 但他做了 令我覺得我放火 也不是很大件事 我可能想放很久 第一集是在說這些 剛巧當時2019年 我不喜歡第二集的原因 其實真的個人投射 而我覺得他拍得很好看 我覺得有點故意為之 他就是要拍到你這麼不舒服 用這個不舒服來 令到你再反思這套東西 究竟是想表達甚麼 第二集呢 他就是說 你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很想抒發 你能做到 然後第二集就告訴你 夢過完 夢始終是夢 那種我就 哎呀 心很酸 他叫你要接受本身的自己 接受自己是一個有缺陷的人 你當是一個 mental health patient 的 recovery journey 來的 我看回第一集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後來他在醫院裡說 你想我笑 你想我開心地過我的日子 但是我這輩子 我從來都沒有一刻開心過 第二集要逼他 我本身很有缺陷 但是我很多自信 我做到捉卡 然後再把他拉下來 沉底的過程 就算拉下來 好像撕破了 沒有的 這個世界沒有捉卡 下面唇佩那些人 你救他們 你憑甚麼 他告訴我 或者是剝奪我的信念 後來人們救他 然後他故意打開門 離開的士離開 那就是一個行動 他告訴你 我不想再做捉卡 我想做Arthur 但是好想諷刺 還是為何他想做Arthur 是因為他想用一個真實的自己 去跟一個他喜歡的人 叫做長相思守 就是飆過山峰 對未來的寄望 他發現原來沒有的 古靈塞 我想起 其實我整套的印象最深 是最後在法庭裡 有兩幕 Arthur去盤問那個豬魚仔 然後那個豬魚仔 然後我跟他說 我被你累死 你毀了我一身 我每晚都睡不到 他說你是唯一一個對我好的人 為什麼你現在要這樣對我 過去的Arthur 那個豬魚仔的眼中 是一個很美好的存在 捉卡不是的 最後把Arthur拉出來 他也是在法庭裡 他整個小丑的化妝 然後坐在那裡 整個樣子 根本就是Arthur 然後很悲哀地說 其實我是Arthur 也沒有捉卡 那一刻很噁心 只是膩膩 那個我印象最深 KY說只是看完不開心的一部電影 新造的人說 看了捉卡2 他覺得 有些地方很想哭 覺得慘得很可憐 不過那些歌詞 真的搞不好 再離身 其實很喜歡 Lala 故聲女 Hamilton 唱歌的戲 Felix 又看了 他發現 歌舞片是不適合我 他說 很多人認識HIGH嗎 捉卡1 是19年的時候 很多傻妝說 Joker等於反抗精神 就知道什麼 Celo說 這部電影就令他想起聲戰霸 又是導演很清楚觀眾想要什麼 但他就刻意調轉相反方向 然後在故事裡教訓觀眾 以角色設計來說很有趣 傳統的Joker印象是自大瘋狂聰明 而Arthur就是自卑迷惘愚賓 這部電影本身已經這樣設定了 其實要期望Arthur變成傳統的Joker 是不實際 在劇情發展來說也很困難 但Arthur就算不變那種Joker 可不可以有其他方式的改變呢 結果這部電影很有趣的安排就是 沒有 而這個他 就最代表了普羅大眾 Joker就是 The joke on you 他為什麼本身叫Joker 是因為人們當他是一個小丑 他人生從小到大都只是想成為別人的開心果 這個目標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很肯定這件事 只是他做不到 甚至他慘到沒有辦法跟別人說自己不開心 因為他哭不到 其實我挺喜歡這個足球 我沒有什麼DC漫畫的包袱 我很懂得獨立當這部電影 只是一部電影 而且你見到他自己的設定 其實他跟DC很角列 我覺得他第一集算給你面子 只要加一些DC漫畫的角色 第二集也純粹加過Halfi Dance給你 而且是Carefair 當是你 DC了 OK的了 人名用不完 但其實他是想自己拍另一套自己的故事 在看這個系列的Joker 我並沒有那種感覺 是覺得他也不像我平時DC見到的Joker 我見到他是一個很脆弱的人 慢慢引伸成一個叫Joker的影子 但是慢慢Joker的影子 他取代了原本的自己 他搶了我的人生 這就是第二集開頭的動畫做的事情 他想找回自己回來 他終於搶回自己的身體 但同時間 他就要承受影子做的事情 所犯下的罪名 第二集開頭的卡通片 已經總括了整套Joker系列所說的事情 就要承受一下 剛才到現在 他要說 Essential 做筋彈的 他就要承受一下 現在無論費 都要承受一下 安排档 是一個在準備情報道 可以變成 營電的 即時 旦